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身家惊人增长背后的故事 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局势逐渐明朗 前总统特朗普已经锁定了胜局 这一消息不仅引发了美国民众的热议 也对全球亿万富翁的财富榜单产生了巨大影响 根据报道,马斯克的净资产在短短时间内增加了约200亿美元 这一增幅主要得益于特斯拉股价的飙升 作为特斯拉的最大个人股东 马斯克的财富与公司的股价密切相关 此外,他还拥有社交媒体平台X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X的股份 众所周知,马斯克的财富增长与特朗普的选举形势息息相关 甚至在特朗普的胜选演讲中,马斯克也获得了高度赞扬 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马斯克的成功不仅是个人财富的体现 更是科技与政治交织的结果 随着未来科技的持续发展和政治局势的变化 马斯克的影响力和财富可能会持续上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这个充满变数的政治舞台上 2024年总统选举正朝着一个似乎已定的方向发展 前总统特朗普势在必得 这一消息如一阵飓风席卷了全球媒体 也在亿万富翁的财富榜单上掀起了惊涛骇浪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成为这一系列变化中的最大赢家 他的财富如火箭般飞速增长 稳坐全球首富的宝座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的报道 马斯克的净资产在短时间内暴增了约200亿美元 这其中130亿美元的增幅主要得益于特斯拉股价的狂飙 作为特斯拉的最大个人股东 马斯克持有超过4.1亿股特斯拉股票 占据了公司已发行普通股的13% 这种庞大的持股量意味着 特斯拉股价的每一次跳动 都会在马斯克的财富曲线上会出一个个高峰 在观察者看来 特斯拉股价的上涨与特朗普的选举形势息息相关 美联社分析指出 特朗普在多个关键摇摆州形势大好 似乎为马斯克的财富增长 提供了一个追风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马斯克曾向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捐赠了近1.2亿美元 这不仅是一次投资 更是他对政治风向的灵敏嗅觉的体现 特朗普在11月6日的胜选演讲中 毫不吝啬地对马斯克致以高度赞赏 称他为新星和超级天才 并特别强调了马斯克在SpaceX取得的辉煌成就 特朗普说 马斯克是一个特别的人 他是一个超级天才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天才 这些一美之词不仅是对马斯克的认可 也反映了特朗普对科技创新和企业家的重视 就在特朗普锁定胜局的当天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条意味深长的推文 未来将是美好的 文字下方配上一张火箭发射的照片 似乎在隐喻他对未来的坚定性 新和美好期许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自己事业的自信宣言 也是对美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乐观展望 马斯克的财富增长并非空学来风 而是他在科技创新 商业运作和政治动态中灵活应对 多面出击的结果 他的成功激励着无数创业者和年轻人 成为现代商业世界中的传奇 无论是电动车的普及 还是太空探索的突破 马斯克都在不断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将不可能变为现实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马斯克的身家大涨 不仅是他个人财富的体现 更是科技与政治交织下的一幅宏伟画卷 福布斯的十十亿万富翁排行榜上 马斯克的净资产已然高达2852亿美元 堪称瞩目 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 和政治局势的变化 马斯克的财富和影响力 或将继续攀升 成为全球经济版图上一颗璀璨的恒星 在这样一个科技与政治深度交融的时代里 马斯克的崛起 象征着新时代商业巨子的诞生 他所描绘的未来 不仅是个人的梦想 更是全球科技创新者 共同的愿景 未来的图景虽充满未知 但在马斯克的眼中 他无疑是耀眼光明的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埃隆、马斯克、伊朗·马斯 1971年6月28日 出生于南非比勒陀利亚 是一位美国企业家 工程师和投资者 他因创立和领导多个高科技公司而闻名 包括特斯拉、Tesla、SpaceX、Neuralink和The Boring Company 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95年 共同创立SAVE2 这是一家为新闻行业提供在线城市指南的软件公司 1999年 Compaq以3.07亿美元收购了SAVE2 马斯克因此获得了他的第一笔财富 随后 马斯克创立了X.com 这是一家在线支付公司 后来与Confinity合并成为PayPal 2002年 Ebay以15亿美元的股票购买了PayPal 马斯克从中获得了约1.65亿美元的回报 此后 他将目光投向了更具突破性的行业 2002年 马斯克创立了SpaceX 旨在降低太空运输的成本 并最终实现火星殖民 SpaceX不仅成功地为 DESA和其他机构提供了商业发射服务 还开发了可重复使用的猎鹰系列火箭 此外 SpaceX在互联网卫星网络Starlink方面 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力图为全球偏远地区提供互联网服务 特斯拉 马斯克于2004年加入并成为其董事长和产品架构师 后担任首席执行官 带领公司 从一家初创企业发展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者 特斯拉不仅生产电动汽车 还涉及能源存储和太阳能产品 通过这些努力推动可再生能源的普及 Neuralink成立于2016年 致力于开发脑机接口技术 只在最终将人类与人工智能融为一体 该公司正在研究可植入的设备 帮助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并有可能增强人类认知能力 The Boring Company成立于2016年 旨在通过开发地下交通系统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该公司提议的Loop系统 是一种高速地下运输项目 利用电动滑板 在隧道中快速运输乘客和货物 马斯克的个人风格和公开形象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他以大胆的商业愿景和对未来的前瞻性思考而著称 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直接与公众互动 此外 他还参与了多项慈善事业 包括向可再生能源 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多家机构捐款 马斯克的事业具有显著的全球影响力 尤其是在推动可持续能源和探索太空的方面 他的工作不仅改变了汽车和航天工业 还为未来技术的发展设立了新的标杆 尽管他所涉足的行业面临着技术和经济上的挑战 马斯克的创新和领导力 继续激励着全球的企业家和科技爱好者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马斯克的财富增长 是现代科技革命的胜利 特斯拉作为电动车行业的领头羊 已经改变了全球汽车市场的格局 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 2022年全球电动车销量增长了近40% 而特斯拉在其中占据了重要份额 这证明了马斯克在科技创新上的远见和领导力 更何况 他不仅在电动车领域有所建树 SpaceX还在太空探索领域不断突破 马斯克的成功不仅仅是商业上的胜利 更是人类向未来不断迈进的标志 特朗普的支持 无疑为马斯克增加了更多的政治资本 这将有助于他在美国甚至全球范围内 进一步拓展业务 总之 马斯克的财富增加 是他多年来努力的结果 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体现 楚天书你说的好听 马斯克的所谓成功难道没有资本市场的推波助澜吗 他与特朗普的关系密切 这背后到底有多少政治因素在作祟 你提到的特斯拉股价上涨 与其说是源自公司业务的实际增长 不如说是投资者对特朗普当选后 政商环境的乐观预期 根据金融分析师的数据 特斯拉的市盈率 已远远超过同行业平均水平 存在严重的泡沫风险 再看看SpaceX 尽管马斯克在太空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面对NASA的技术储备 和全球其他国家的航天项目 SpaceX的竞争力 其实没那么强 马斯克的财富增长更像是一场资本市场的狂欢 而非科技领域的实质性突破 谢琪琪 你提到的资本市场因素固然存在 但这并不否定马斯克在技术创新 和市场拓展上的努力 特斯拉不仅仅是一个汽车制造商 它更像是一个推动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先锋 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报告 到2030年 全球电动车市场将占据汽车市场份额的 30%以上 这是特斯拉等公司推动的结果 而SpaceX的成功发射和回收火箭技术 显著降低了太空任务的成本 使得太空探索不再只是国家的特权 这些成就难道不是实打实的进步吗 至于政治因素 商业领袖与政治家互动 以寻求更好的商业环境 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常态 可以说马斯克的财富增长 是科技与商业智慧的共同结晶 楚天书 你谈到电动车和太空探索 我承认这些领域的确有进步 但不能忽视的是 特斯拉的市场份额增长 更多是由于政策补贴和环保政策的推动 而非产品的绝对优势 根据美国消费者报告 特斯拉的质量问题并不罕见 这说明产品并未做到尽善尽美 至于SpaceX 尽管其可回收火箭技术是一个亮点 但它的商业化程度和真正盈利能力仍有待检验 我们不能因为一两次成功就过度夸大其影响力 马斯克的财富增长有多少是源于实际科技进步 又有多少是被资本市场吹捧起来的泡沫 我认为这值得深思 不过我也同意 任何商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友好的政治环境 但这不应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动力 你提到的产品质量问题 在任何创新型公司发展初期都可能存在 然而特斯拉的每次迭代和更新 都是对市场反馈的积极响应 消费者的购买热情 也反映了其创新性和市场接受度 根据J.D.Power的2023年电动车指数 特斯拉在用户满意度方面排名靠前 而在太空领域 SpaceX已经赢得了多项DESA项目 这显示出其技术和商业策略的双重实力 我们不能因为短期的波动就轻易下结论 至于资本市场的影响 它在现代经济中无处不在 而马斯克无疑是善于利用这些规则 为自己和公司谋求最大利益的高手 归根结底 他是一个把握机会的企业家 这也是他财富增长的重要原因 马斯克的市场操作确实让人佩服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功模式 可以被无限复制 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 许多企业家在资本市场的操作中 铤而走险 结果却是泡沫破裂 市场崩溃 对于特斯拉 虽然用户满意度有提升 但我们仍需关注 其在高速增长中的隐患 根据2023年标准普尔全球评级 特斯拉的财务状况尽管稳健 却同样面临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 至于SpaceX 固然有政府合同支持 但在商业航天市场上的份额 还不够显著 马斯克的成功 更多的是个别机会 与特定时代背景的结合 而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我们在赞美科技进步的同时 也要保持理性和警惕 我是评委和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在观点的碰撞上 展现了当代商业与科技进步的复杂性 值得深思 楚天书的论点 强调了马斯克的 创新及其在电动车和太空探索领域的贡献 他提到特斯拉的是 场份额和SpaceX的技术突破 并将其视为科技革命的胜利 他的观点 反映了当前社会对于科技企业家的崇拜 认为马斯克的成功 不仅是个人努力的结果 更是整个人类进步的象征 然而 谢奇奇的反驳却揭示了 马斯克背后更复杂的因素 他指出 马斯克的成功 不仅仅来自于科技创新 更多是受到资本市场波动 及政治因素的影响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 许多商业成功并非单靠技术力量 而是与市场环境 政策支持 甚至偶然因素 息息相关 在辩论中 楚天书虽然对马斯克的技术成就 给予了肯定 但他未能充分解释 马斯克如何面对质疑于风险 特斯拉的质量问题 财务风险 及市场泡沫的可能性 都是不容忽视的现实 谢奇奇提到的质量问题 及市场波动 实际上反映了马斯克的成功 背后前藏住的脆弱性 此外 谢奇奇的论点 也让我们重新思考 什么才是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马斯克的成功 或许是个别案例 但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企业家都能复制这种模式 他提出的泡沫风险问题 让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 也需谨慎看待 其可能带来的后果 总结而言 楚天书与谢奇奇的辩论 提供了两个极端的视角 分别代表了 对科技进步的热爱 与对商业理性的警惕 楚天书的立场 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然而 谢奇奇的观点则提醒我们 商业成功绝非依赖单一因素 而是多重力量交织的结果 这场辩论 不仅是对马斯克的评价 更是对当代商业环境的深刻反思 希望在未来的讨论中 双方能更深入探讨 科技与商业之间的微妙关系 并保持理性与批判的视角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